他足够努力 有足够天赋 也有足够能力 性格也很好 颜值也不错 他资源为什么不能好 也许你会问娱乐圈 不乏有比他帅 比他努力 比他能力好 但资源却不如他 那我要说 你说的那个他 总有一天也会发光发热 也许不是在娱乐圈 但他的人生也会足够精彩 我要说 王一博资源好 那是他应得的 尽管一博是因为陈情令走红的 但是真正能让他在顶流站稳的 是他的实力 说真的 他是少有的实力 配得上流量的顶流 他今天的资源 都是和他练习生扎实的训练 Unique实打实的作品分不开的 Unique营业期不长 作品不多 但都是经典 You'll celebrate 都能显示一博的舞蹈实力 Falling in love love again 也都非常好听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些歌也都是内于其他男团无法超越的 这个团如果好好做下去 成为顶流团是必然的 如果看看Unique在海外的反响 成为亚洲天团也并非不可能 所以博成顶流不是意外 是应该 王一博全约乐华 没把自己的影视商务迁出去 意味着这些都要靠自己的流量和实力来换 乐华商务还行 但这是对于流量一般的人来说 王一博这样级别的流量代言商务他给不起 现在的35个代言 全靠自身形象标签和流量来拿的 一直被黑子朝的所谓没有高奢资源 这种一般都是看公司背景人脉的 乐华很明显没这种能力和资源 全靠自己可能经过几年的考察期才能成事 资源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差 只不过别人可能唾手可得的资源 他需要自己千辛万苦的去争取 这不是粉丝卖惨 而是经历过来的 不相信的话 去里面待几个月也就能体会了 即使在陈情令里拿祭天剧本 也不能影响他破圈大火 即使担任这些的导师备受质疑 但他依旧依靠自己过硬的专业功底 和不服输的拼劲而 狠狠地证明了自己的舞蹈实力 顺便圈了一大波粉 又把老粉拿捏得死死的 即使有匪被大面积防暴 脱水后的数据也比较抗达 本人的演技也是肉眼可见的有所提升 即使递到他手上的各类偶像剧剧本不胜美举 可他死心而得要转型争取各种证据 不同类型角色 不计较范媚 一个爱斗 为了角色 好不容易留起来的长发说简就简 商务投资人导演都是王一博粉丝 因为那么多老江湖都是容易业账目的傻子 被王一博给蒙骗了 因为那么些大佬钱多了烧的 就爱拍戏拍戏亏 商务商务导 竟还不如那些因而不得就心生怨愤 因一言挑拨就脱粉回彩的女生英明神武龙 您觉得呢 你说呢 他们为什么 我不敢越阻代袍去评判 定义 但我喜欢她已经超越了长相 超越了明星包装 直达心性 直达业务能力 直达人品 直达努力 直达不断向阳而行的意志和决心 她过去怎样 我来不及参与也无权智慧 她现在和将来怎样 我坚信 会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成功 无庸置疑 这应该就是我爱的王一博 为什么那么多长辈 前辈 商务看重她 愿意给她机会 且大家违护 欣赏的根本原因吧 大家都知道 娱乐圈不是原罪 乐华不可能给当时只是个 积极无名的 实发现了王一博好的资源 在陈情令大火之前 王一博就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公司的小部分不太好的资源 参演了一些电视剧 在陈情令剧组实习了三次 才获得了这个契机 一名惊人 王一博现在处于转型的道路 他的演技虽然青涩 但不乏灵动 可清冷 可逗逼 可霸道 可撒娇 但除去演技 他更圈粉的地方可能是性格 狮子座的天性 让女友粉为之疯狂 耿直 天真 保持初心的内核更为感人 很多明星都是励志名剧一堆 他也有 他不善言辞 所以他的语句可能不够华丽 但确实句句皆有理 朝他学历的人很多 可他们和王一博比起来有算些什么 比他成功 笑话 总之 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 王一博值得 综艺方面 在湖南卫视那么多年 湖南卫视那么多大伙的综艺 他出了最近两三年每年去一次快本 其他都没去过 可以参考快本和天天向上其他主持人 也可以看看其他明星艺人去快本的频率 18年创造101小火后才开始在跨年有自己的舞台 影视方面 陈晴岭是简陋的 之前除了人间智慧是清欢是上星剧 其他都是小网剧 不是资金链断裂拍不下去 就是拍了到现在都播出不了 如果不是偶然爆火 陪你到世界之巅 估计也没什么人看 这部剧当时可是没有任何宣发 两三天之内就更新完的 最近两年影视方面的选择全大了点 但是不是二番就是网剧 就比以前好了点 商务方面 粉丝肯花钱 个人标签形象独特 暂时没人可以复制 国民品牌多 但是没有顶奢高奢之类的 那种他也接触不到 香奈儿穿了那么多年 至今没有title 舆情方面 热度虽大 正面热搜往往上了没多久就被撤 非热搜以上就高高挂起下不来 估计没交保护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